来 来 来 好 好 这次就是我黄之锋 还有朱凯迪 还有陈奥飞 我们三个香港人来到台湾 希望有三个目的 第一就是我们希望跟台湾的朋友 去分享现在香港的情况 特别是我们现在面对香港的大守护 还有这个的警机法 到底会对香港的抗争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非常关键 第二就是对于现在香港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台湾会有一个人度的 周华的机制 所以到底这个的方法 或是这个处事是什么样处理 我们希望也听听不同台湾的立委 还有不同政党的想法跟意见 希望可以对于香港人有更多的支持 还有实质上的帮助 第三就是我们希望 其实现在香港的抗争 已经提出了大概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 除了就是好像六月十六号的时候 有一万个台湾人出来抗议 我们也希望在十月一号之前 会有更多的台湾朋友 会有社会的总动员 去出来支持香港 因为香港跟台湾 其实我们也是同样是面对中共的压迫 北京的压迫 我们也是命运公共体 当我们现在香港人 已经感受到一国两制 是源泉崩溃 已经香港 已经看不到一国两制的未来 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 可以继续支持香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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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